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4号晚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启程会国 习近平离开约翰内斯堡时 南非外长潘多尔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 同期访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结束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回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 这既是一次亲切友好的双边访问 也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多边之旅 王毅就习近平此次南非之旅总结四大成果 一是中南战略互信达到性高度 王毅表示 今年是中国和南非建交25周年 此次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主席 第四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南非安排的唯一国事访问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深夜倾赴机场迎接 并向习近平主席授予南非最高荣誉勋章 南非勋章 此访成果丰硕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并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 新能源电力 农产品 科技创新 高等教育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二是金砖机制扩原 开启新征程 此访期间 习近平数次发表重要讲话 持续推动引领金砖发展势头 王毅表示 此次金砖领导人决定邀请沙特等六国加入金砖 并欢迎其他有意愿并符合条件的 发展中国家成为伙伴国 这是本次金砖领导人会晤的最大亮点 也是金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时刻 有利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还就加强金砖务事合作 提出具体举措 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 三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增添新内涵 王毅表示 习近平在此次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 提出支持非洲工业化 助力农业现代化和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三大举措 明确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发展 受到与会非洲领导人热烈欢迎 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凝聚了双方广泛共识 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 汇旧了路线图 使中非有一枝花绽放出新光彩 第四中国是现代化展现新图景 十年前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此次再次呼吁把理念转化为行动 愿景转化为现实 针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全球发展事业面临严峻形势 宣布中方将退出专项资金 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体现了以天下之力为力 以人民之心为心的拨大胸怀 也展现了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发展共同体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 掉队的坚定决心 王毅最后说 习近平主席此访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事件 峰回事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 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有过交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周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应约同印度总理莫迪交谈 双方就当前中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印关系改善发展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双方应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 妥善处理边界问题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另外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希望同印方一道努力 推动双边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中方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 应将其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 通过和平友好协商 找到公正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 双方要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我们希望同印方一道努力 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推进增进战略互信聚焦共识合作 克服干扰困难 推动双边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防卫室综合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庄国家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 两人在简短的互动当中讨论了两国双边关系 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总秘书夸特拉在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期间 进行了简短互动 双方谈及中印实际控制线沿线尚未解决的问题 两国领导人同意指令相关官员加紧努力 迅速实现脱离接触并缓和局势 金庄国家领导人联席会议结束后 两国领导人还握手致意 金庄国家领导人决定接纳六个国家为新的金庄国家成员国 即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新成员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成为金庄国家的成员 另外在峰会上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宣言列出的94点中 也提到了寻求联合国改革、本地货币贸易、20国集团峰会和反恐等内容 印度外交部称金庄国家峰会结束后 摩迪于25日开始对希腊进行官方访问 这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问希腊 方黄卫视记者上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伊朗被正式邀请加入金庄国家大家庭 到南非出席金庄峰会的伊朗总统莱西25日回国时表示 伊朗的加入具有重大意义 莱西当天趁专辑返回德海兰的麦荷拉阿巴德机场 伊朗副总统等人亲自迎接 莱西发表讲话称伊朗加入金庄国家 将增强伊朗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 莱西还说伊朗受邀加入金庄后 将快速落实一些合作机制 这对伊朗和金庄国家都有益 莱西还说伊朗加入金庄国家并非偶然 是政府外交政策的战略性选择 莱西此前在金庄峰会上讲话说 伊朗加入金庄国家将为成员国在贸易能源和国境领域提供独特的机遇 他还强调最大限度的互动和促进多边合作机制 特别是与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是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 富华卫视李约正凯木森报道 金庄国家历史性扩原邀请伊朗 埃及 沙特等六个国家加入 喜讯传来伊朗国内对此积极评价 有民众就期望能够借此改善经济去美元化 伊朗受邀加入金庄国家后 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政治事务的副主任贾姆希德 在24号发推文表示 伊朗加入金庄合作机制是历史性的一步 伊朗国内媒体也评论称 这将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扩大多边主义 民众也对此非常关注 一样民众希望能够借此改善经济 希望能看到加入金融国家之后的好处 伊朗副外长 サーファディ认为 伊朗加入金融 将为金融国家 注入新的火力 也会进一步加强 伊朗和中国 俄罗斯和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富华卫视 宁月 郑卡布森 报道 下一节 带您关注 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相关消息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5号公布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的 首批化验结果 声称核电站附近海水中的穿浓度 是低于标准值 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表示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敦促日本政府纠正错误决定 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东电发言人25号在福岛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东电测量了收集样本中的穿浓度 结果低于每升1500贝克勒尔 样本踩自核电站3公里范围内的10个检测点 目前日本安全排放的监管上限是每升6万贝克勒尔 远超世卫组织规定的1万贝克勒尔 美国等国的监管上限更只有740贝克勒尔 日本外向林芳正25号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举行线上视讯会议 围绕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 一致同意尽快制作并公布文件 对外展现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关系 此举意在更明确地凸显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参与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 与哥罗西进行了线上会谈 在东京首相官邸外 继续有民众抗议核污染水排海 获言子孙 目に見えないし匂いもしないし このまま広がっても数値を調べてデータで出すということはある もちろんやっていくんですけれども 本当にみんなの知らない間に汚染が広がっていく それで魚とかに蓄積されて 本当にもし影響が出てくるとすれば もう私たちの世代ではない これから生まれてくる世代なのかなと思うと それが一番怖いです 中国常駐联合国副代表耕爽 25日在联合国大会 关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問題会議上表示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更是太平洋島国赖以生存的蓝色家园 12年前 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炎珠事故 向海洋释放了大量放射性物質造成巨大灾难 12年後 日本政府又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 单方面強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又被当地民众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二次伤害 核污染水处置具有跨骨影響 絕不是日本一家私事 日方这一举动 无视公共利益 公然向包括太平岛国在内的全世界 转嫁核污染风险 及其自私自利 及其不负责任 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发言人 24号发表谈话 强烈谴责日本当日 单方面强行启动辅导核事故污染水排海 侵犯各国人民健康权 发展权和环境权 违背自身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 中方督促日方立即停止这一错误行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24号报道称 日本外务省将会申请超过7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35亿元 针对有关核污染水所谓的错误信息流传 据报道 日本外务省23号向自民党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等联席会议 提交了2024财年的预算申请 并且获得批准 其总额为8137亿日元 比2023年财年增加了703亿日元 日本外务省将动用其中的701亿日元 以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 并且加强对外战略宣传 有媒体就指出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20年2月 所发布的核污染水处理报告 这一笔超过700亿日元的公关预算 几乎是核污染水排海预算的20倍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发言人称 日本排放的核污染水符合世卫和国际机构标准 以及国际规范 许多联合国相关人员都对此表示反对 并且指他们不相信这些所谓许可的科学依据 在25日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新闻例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公开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日本排放的核污染水符合世卫组织制定的标准 他还强调 这个标准可以保护公众免受电离辐射危害 这些机构的表态 立即遭到与会者和联合国相关人员的强烈反对 他们无法接受国际机构赋予日本政府和企业 某种所谓的许可 来危害全人类安全 破坏地球生态 联合国及部分相关机构 在日本排放核污水事件上不置可否和默认的态度 导致机构内部出现很大分歧 政策与个人诉求背道而驰 机构数据的可信度被大打折扣 或许还将引发更多的信任危机 凤凰也是张博帝 瑞士日内瓦报道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领导人 普里格任私人飞机逝世事故 俄罗斯调查人员在25号表示 已经找到了俗称黑匣子的两个飞行记录仪 以及十具遗体 正在对遗体进行DNA化验 确定死者身份 并且提取黑匣子内的数据进行分析 而克里姆林宫指出 西方对事件的某些猜测纯属谎言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被问及 当局是否已收到普里格任死亡的官方确认时 佩斯科夫表示调查人在进行 官方会在厘清一切后发布最终结论 而针对西方有声音指出 克里姆林宫正是普里格任 坠机身亡的幕后黑手 佩斯科夫就回应称 对这起悲惨事件的诸多猜测都是谎言 而有关普京会否参加普里格任的葬礼 佩斯科夫就表示 完成遗体鉴别程序的后事还未知 而普京的工作时间很紧 佩斯科夫并透露 普京在事发前的一段时间 没有与普里格任会面 佩斯科夫也拒绝评价 有关瓦格纳集团的未来 并坦言他不知道 调查人员尚未透露 导致飞机坠毁的原因 也没有通过基因匹配 正式确认遇难乘客的身份 但有匿名消息人士称 调查人员已告知 被列为失事飞机飞行员的 列夫星的家属 有文件证明列夫星在飞机上 而列夫星的家属于25号晚 接受DNA测试 当天稍早前 俄罗斯一知名字媒体账号 公布了一段 聚报在23号早上 飞机起飞前拍摄的画面 并指出这架飞机在起飞前 就以5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 而在普里格任登机前 两名潜在买家提出登机检查 分别是俄罗斯捷特航空公司的 董事会主席尤利纳 以及技术总监克洛科托夫 他们乘坐汽车抵达机场 通过了金属探测得以登机 尤利纳随身携带一个手带 克洛科托夫只带了一部手机 他们从上午9点半至10点半 对飞机的内外部进行检查 随后离开机场 其后便是普里格任等人登机 发生坠机事件 缝合一事 综合报道 继美国情报界初步评估表明 再由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任的飞机 可能是由炸弹爆炸而坠毁 匿名美防官员还称 暗杀行动很可能是得到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准 而美国总统拜登25号对此表示 美方正在试图确定 普里格任的飞机是如何坠毁的 彭博士25号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称 针对普里格任的暗杀行动 可能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准 美国总统拜登在坠机事故发生后 曾表示俄罗斯发生了很多事情 普京都在幕后 美国国防部在24号已经排除了飞机被地对空导弹击落的可能性 两位匿名美国官员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 美方初步评估认为失事飞机的事故原因是炸弹爆炸 这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事故 美国国家情报局前副局长桑纳表示 普京是否确实下令暗杀普里格任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是普京下令 而坠机事故之后 俄罗斯军队内部不服从命令的风险已经消失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掌握的权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25号针对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格任等人的坠机事件回应指出 根据英方掌握的情报 普里格任已经死于坠机事故 而英国智库则指出 虽然俄方对事件展开调查 但是外界或许难以了解真相 在英国媒体追踪报道坠机事件的第二天 所以正面回应了对事件的看法 虽然有美国情报指 这次坠机事故是因为机舱内部发生爆炸所致 但英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跟进表态 但当地智库认为 虽然在事发后俄罗斯当局封锁现场 大批人员在场调查搜证 但外界或许永远不会了解真相 它是非常不明确 美国人员在场调查搜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控共谋推翻2020年大选 佐治亚州提选举结果 特朗普和18名投谋已经全部投案自首 富尔顿县监狱在25号公布了所有嫌犯的大头照 部分人笑容满面 被质疑是对法律困境的蔑视 佐治亚州选举结果干预案 19名嫌犯的大头照曝光 除了前总统特朗普怒目而视 多名共谋者都一反常态 面带笑容 特朗普前律师爱丽丝笑容满面 佐治亚州共和党党部前主席谢福也是如此 前公关人员库地更笑得有点诡异 纽约时报分析他们的面部表情 明确对当前的法律困境表达出蔑视的态度 佐治亚州一案是在涉嫌推翻2020年 美国大选结果的诉讼中 牵连范围最广的一起案件 随着最后5人在25号的限期前投案 所有19名被告都已自首 除一人外全部获准保释 当中5人已申请将案件转交联邦法院审理 包括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预料特朗普稍后也会提出 法官要求本案在10月23号开审 但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已提出反对 反映他一贯采取的拖延策略 希望研制明年大选后才审结案件 有分析指跟华盛顿选举欺詐案不同 佐治亚州案起诉大量购谋者 是希望部分被告人弃案投名 指证特朗普 不过专家指刑事案甚少转交联邦法院 即便交与联邦法院 还得按州的法律处理 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 不能特赦州的罪名 但能否在联邦法院特赦州的罪名 并不清晰 从来没有在最高法院 或巡回法院处理过 是未经探索的法律领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与此同时 特朗普也在时隔两年半 重返了现在已经改名为 X的原推特账号 并且大晒自己在监狱拍下的 档案大头照 还制成筹款商品出售 尽管这是特朗普遭遇的 第四次控罪 但是美国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 仍然遥遥领险 周四晚间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佐治亚州投案交保后 在推特也就是现称为 X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自己的监狱档案照 配文干预大选 永不投降 编覆上筹款网站 留言区则有包括 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 格林等支持者 发起模仿活动 将自己的照片 制成监狱档案照 支持特朗普 时隔两年半 再度发布推文 此前因2021年1月6日 国会暴乱事件 特朗普推特账号遭封禁 而特斯拉CEO马斯克 在收购职掌推特之后 在去年11月 恢复了特朗普的账户 但此后 特朗普并未更新推文 而是一直活跃在 自己创办的 保守派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评论指 推特的巨大流量 吸引特朗普重返推特 周三晚间 特朗普缺席 福克斯电视台主办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首场电视辩论 同一时段 福克斯前主持人 卡尔森在推特上发布了 他对特朗普的专访 截至周五 已收获突破2.5亿次观看量 而特朗普发布的 监狱档案照推文 截至周五 也创下近1.8亿次阅读量 此前 特朗普已遭三度控罪 均没有拍摄监狱档案照 这一次 在佐治亚州留下的档案照 也创下美国历届总统的先例 不过特朗普竞选团队 完全没有对此掩藏 而是开始出售印有这张头像的T恤 套头衫 水杯等 民调网站538周五的最新结果显示 特朗普在党内支持率 仍然遥遥领先 达到52.4% 第二名德桑蒂斯 仅为14.4% 凤凰卫视 曾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下一节聚焦香港 稍后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 25号组织轮换 这是解放军进驻香港以来 第26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 将会进一步提升驻香港部队 旅行防务职能的能力 24号晚 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 从深圳驻地出发 以梯队编程 摩托化机动的方式 向深圳黄港口岸开进 临时整 梯队陆续通过深圳黄港口岸 和香港罗马州口岸 在穿越香港多条干线公路后 胜利抵达驻香港部队 枪会山军营 临时一点 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 在枪会山军营 举行了防务交接仪式 防务交接结束后 凌晨1点50分 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 离开驻房营区 先后通过洛马州口岸 和黄港口岸 返回深圳驻房 25号上午 新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 从深圳某军港出发 穿越香港海域 准时抵达昂传州海军基地 11点30分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 在昂传州军营 举行了防务交接仪式 参加轮换的空军直升机大队 从广州驻地起飞 9点50分抵达石港空军基地 接替轮换出港的空军部队 旅行防务 随后在十港军营 举行了防务交接仪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 推出的2023凤凰之星 港股最佳上市公司评选 25号公布100家候选企业名单 有香港金融业界人士认为 主办方考量了上市公司的成长性 股东回馈 科研能力等硬性指标 名单的公布为整体上市公司 带来正面影响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 推出的2023凤凰之星 港股最佳上市公司评选 8月25号公布100家候选企业名单 主办方通过数据比对 综合考量上市公司 稳健性成长性 投资者回报 品牌影响力等维度 通过总市值 净资产收益率 营收增长等量化指标 筛选出这100家候选企业 出任这次评选的评委 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永远名誉会长 谢永海还留意到 这次公布的100家候选企业 地域和板块分布合理 同时注重企业科研能力 ESG等硬性指标 他本身的成长性 那么考核他们的资本回报率 资产回报率 那么以及他的规模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来说呢 就是对于股东的回报 就是分红的情况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要看这个企业本身 他在科研方面的投入 对于一个上市公司 你不光是赚钱成长 那么还应该要有一定的 社会的责任 跟长远的一种发展 他形容候选名单公布 为上市公司带来正面影响 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上市公司来说 是一个鼓励 也是一个考核 也是一个期盼 很好 很正面 我觉得 从市值分布看 100家候选企业中 有9家市值在1万亿港元以上 9家在5000亿至1万亿港元之间 其余企业分布在100亿至5000亿之间 从营业收入看 候选企业营业收入在最新财年 实现31.67万亿港元 较去年的30.91万亿港元 增长2.46% 谢永海进一步指出 目前港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近期有中长线投资者 逐步入场抄底 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的话 所以最近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股市一边在跌 但是也有不少资金 在往里进入来抄底的 那么今年以来的话 有不少南下的资金 到香港来买入股票的 他预计随着国家支持经济政策陆续出台 叠加美国加息可能见顶 接下来港股将会回暖 凤凰卫视 张佑人 香港报道 中旅集团和海南省政府 25号签署了新一轮的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推进总部基地建设 离岛免税 邮轮和海洋旅游等方面 有更多作为 25号在海南海口举行的共化百年中旅 同心展望未来座谈会上 来自国家文旅部 国务院国资委 海南省政府以及中旅集团等代表 展开交流对话 期间海南省政府与中旅集团 签署了新一轮的战略合作协议 海南省省长刘晓明说 今年以来海南多项指标增速 重回第一梯队 上半年GDP增长8.6% 中旅集团作为行业龙头 过去五年再投资重大产业项目 离岛免税 拓展旅游市场等方面 为自贸港建设贡献突出 展望未来 中旅集团以百年华旦 和这次签约为新的起点 与海南不断地巩固合作基础 拓展合作内容 深化合作城市 在推进总部基地建设 离岛免税 游轮和海洋旅游 旅游文化项目等方面 取得更大发展 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3年是中国旅游集团成立 100周年 1923年从依附于银行 对外营业起 历经百年已形成全产业链 多元布局 业务机构遍布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集团董事长陈寅表示 站在新的起点上 中旅将坚持新发展理念 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更好发挥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集团将以百年里程碑 为奉进新起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积极支持并参与海南省 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 高质量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企业 更好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项目 更好发挥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作为首家总部 进驻海南的央企 中旅集团目前在海南 已拥有32家控股企业 债穷企业资产总额 超过1280亿元 旅游零售 会展服务 酒店管理 景区投资 等多项业务落地 营收持续增长 凤凰卫视 陈文席 伍之城 海口报道 台湾2024大选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的参选意向 持续受到关注 郭台铭在25号表示 最快下星期 就可以和国民党参选人 侯友宜 以及民众党参选人 柯文哲见面 鸿海装办人郭台铭 25号参加庙会活动时表示 与侯友宜 柯文哲 有畅通联络管道 不会透过任何媒体办公室发言 他在等着柯文哲打电话来 相信下周三人就可以见面了 郭台铭强调 他没有任何预生立场 侯友宜当晚出席活动 被问到与柯文哲 郭台铭有没有联系时表示 三人之间有管道 至于下周 有没有可能坐下来谈整合 侯友宜只表示 谢谢大家的关心 柯文哲竞选办 发言人则重申 柯文哲坚持参选到底 但不排除与侯友宜 郭台铭见面 幕僚已展开作业 但如果预设 柯文哲担任副手为前提 见面几率就很低 郭台铭参选意向 呼之欲出 外传他的竞选办公室 将设在新北市板桥区 距离侯友宜竞选办 只有600米 郭台铭表示 下礼拜大家就会知道 的选择跟自由 大家都是好邻居 另一方面 侯友宜25号网 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 谈到9月的访美行程 他表示 美国是长期坚定的盟友 这次访美主要跟政界 智库 侨胞等 面对面沟通 让美方了解他当选后 会继续维持跟美国的友谊 努力生化关系 在印太区域稳定和平上 尽最大心力 让全世界原本 认为台海市 最危险地方的观念 出现转变 根据侯友宜办公室规划 此次访美行程 从9月14号到21号 全程8天 运计造访纽约 华盛顿 新泽西 朱金山 期间除了会晤 多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 拜会美国在台协会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 也会应邀前往智库 针对两岸和台美议题 发表演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来看一下香港大公报的消息 综合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的8月25号 欧盟的数字服务法 正式生效了 首先针对19家 大型网络平台 以及搜索引擎企业 进行监管 这一项法规是强制企业 更加积极地去监督数字内容 避免用户看到假资讯 和仇恨言论 而违规的企业 可能将会面临全球 年营收6%的高额罚款 分析就认为 这是社交媒体 崛起以来最严格的监管规定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而由于欧盟市场庞大 预计将会对谷歌 Meta这些科技巨头 产生深远影响 另外再来看到香港电台 关注到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 总裁鲍里索夫 他最新表示 说要继续开展探月计划 其中一个选择 就是考虑在2025到2026年 再次尝试发射探月器 并且在月球南极着陆 俄罗斯月球25号探测器 原本计划在这周一 在月球南极着陆 但是登月任务失败 事后鲍里索夫和俄罗斯科学家 以及月球25号的 主要制造企业员工举行了工作会议 他就指出任务没能正常完成 有必要纠正探月计划 但是这一次的失利 不会迫使俄罗斯停止对月球的探索 伊朗军方在25号举行大规模的电子战联合演习 在演习当中 伊朗军队展示了其最新的军事成果和作战能力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这次联合演习代号为保卫神圣之盾1402 是由伊朗军队陆海空和空中防御 四个部门的电子战战略部队共同参加 演习中心位于伊朗中部的沙漠地区 军方实施了进攻型和防御型的电子战战术 具体包括使用国产雷达 识别入侵的小型飞机和无人机 监听地面和卫星站的信号 并进行电子干扰等行动 此次演习展示了不同类型的 国产电子战系统雷达无人机 网络和航空航天系统 战斗机 微型飞行器 以及与电子战相关的地面和空中系统 以兰23号还公开展示了一款新型的国产无人机 声称作战距离达到2000公里 能够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西方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争 但伊朗亦否认 伊朗军方还强调 此次军演是近年来伊朗军队进行的最实用的电子战演习 演习是为了发现弱点和不足 提高部队的防御能力 富豪卫视 李约正卡木森报道 美国夏威夷毛衣岛政府对于夏威夷电力公司和子公司提起诉讼 指控公司的疏忽导致当地发生毁灭性的山火 毛衣岛当局诉讼称 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山火前已经发布了大风和火灾警告 并且警告强风可能会吹断电线并且引发火灾 但是夏威夷电力公司仍然保持输电线通电 做法鲁莽 将会向公司追讨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赔偿 而毛衣岛警方在24号发布视频声明 保证会谨利的寻找失踪至今的388人的下落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自今年7月正式对公众开放之后 吸引了大批游客到访 我们来跟随本台记者一起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欣赏不容错过的必看馆藏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今年7月正式对公众开放 1500多件精美文物随之揭开面纱 暑假期间三星堆博物馆门票一票难求 仍然无阻全国各地旅客前来打卡的热情 展馆中哪件文物最有人气 相信一定是它 这块玉石是三星堆展馆中唯一一块可以给游客触摸的文物 古人认为玉石有通天地之灵气 时至今日来往的游客都忍不住来摸一摸 三星堆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群像 却并非一个模子复刻 像这一尊就别具风格 虽然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头像 但每一个都与众不同 像我身边的这一尊 它以麻花变三耳洞为特色 极具艺术风格 作为连接天地 沟通人神的寄宿礼器 三星堆文物反映出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 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视觉效果更震撼了全世界 来到三星堆博物馆 不得不看的就是镇馆之宝之一的青铜大力人像 青铜大力人像通高2.62米 而人像则高达1.72米 是三星堆唯一一个与真人等高的青铜铜像 它也被称为东方巨人 巨人头戴花朵型高冠 并且服饰是有明显的花纹 巨人的脚步佩戴脚拙 每一个部分都相当的精妙 而巨人的双手仿佛持有权杖一样 可以说整个的青铜大力人像 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缺乏独立艺术雕塑品的空白 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上 有9只神鸟降落之头 这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正观之报 对于神树的崇拜 全世界各地的古代传说都有记载 但都是以神话壁画的形式 只有三星堆出土了事物 记者观察到 三星堆博物馆的展柜玻璃 全部采用了低反射夹层玻璃 观众在观展时几乎能零距离欣赏文物 当文物近在咫尺 三星堆独特的魅力将得以更清晰的展现 凤凰卫视 王淑林子荣冯志雄 四川成都报道 最后一起来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近日遭连番抨击 怀疑搞黑幕 赛制不公 原本每个星期五晚上播出 但25号浙江卫视 突然在官方微博宣布 正在调查中国好声音的节目问题 节目暂停播出 不过消息公布后数小时 浙江卫视仍未更新网站 版面都是中国好声音的预告 点进去还可以浏览之前的集数 今年我们再次来到了新青年城市 胡中胡心 十二年真容岁月 不复音乐少华 好声音不忘书心 胡写时代乐章 这次的风波 起源于早前网上流出一段 疑似天后李文生前控诉 中国好声音的录音 是我去了好声音室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 去整我 因为I told the truth 我说真相 哥哥曾为节目担任导师 他质疑比赛规则不公平 却被工作人员拉下舞台 之后陆续有节目相关的丑闻被揭发 到底这个热播节目结局会如何 就要拭目以待了 艺人Grace 陈凯玲和郑嘉颖 婚后生活美满 不时高调放闪 最近原来是郑嘉颖生日 Grace帮老公庆祝 因为老公喜欢在简单中找到快乐 所以Grace就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派对 和儿子分工合作制造了一个十分精致的西瓜蛋糕 健康又美味 网友都说Grace夫妻真是闪到爆 不过这次有更多网友把重点放在Grace的儿子身上 个个肥肥白白超可爱 不少艺人开餐厅 但日本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引进日本食材的餐厅大受影响 黄宗泽在尖沙水开的餐厅主打生蚝 他说已经准备了应变方案 之前食用的日本食材已经找了替代品了 同样有投资日本餐厅的李诺伊 以第一时间张提公告说 暂时不会进口福岛等线的海产食品 供应商也找了很多不同地方的货源 暂时影响不大 果然两个人都是精明老板 早有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